爱情既是有意的代名词,又是我们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的可靠保证,爱情是人生的良伴,你和心爱的女子同传共年,是因为共同的理想,把两颗心紧紧细在一起,把拉第。 二,当一个人用工作去迎接光明,光明很快就会来照耀着他,冯学峰。 三,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懂得领导,而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平凡的,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,列宁。 四,感情有着极大的鼓舞力量,因此,它是一切道德行为的重要前期,谁要是没有强烈的志向,也就不能够热烈的把这个志向体现于事业中。 五,采洛夫,五,观念决定思路,思路决定出路,六,管理阶层的领导能力,是刺激人工努力工作的原动力,并雷多二,七,行动是治愈恐惧的良妖,而犹豫,拖延将不断滋养恐惧。 八,幻纳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格,非常的境遇方才可以写出非常的细节,风平浪静的海面,所有的船只都可以并去晋升。 命运的铁拳击中要害的时候,只有大勇大志的人才能够处置泰然。 九,积极的人在每一次优化中都看到一个机会,而消极的人则在每个机会都看到某种优化。 十,即使是世上最伟大,最壮丽的事业,新事业常常需要瘦弱的手去服务,埃兹并赛。 十一,坚持是一种智慧,不只是一种死板。 十二,教育不能创造什么,但才能启发儿童创造力,以从事于创造工作,逃行之。 十三,教育者应当深刻了解正在成长的人的心灵,只有在自己整个教育生涯中,不断地研究学生的心理,加深自己的心理学知识,才能够成为教育工作的真正的能手,租获莫连思绩。 十四,今天应做的事没有做,明天在上也是耽误了。 十五,尽忠职守,刑犯工作,并且热爱荣耀相信自己的直觉。 两倍那儿,石油,涓滴至水中可磨损大石,不是由于他力量大,而是由于昼夜不舍的低罪,只有刑犯不懈的努力,才能够获得那些技巧。 因此,我们可以确切地说,说,不及魁步,无意至千里。 十七,懒惰,它是一种对待劳动态度的特殊作风,才已经难以卷入工作,而易于离开工作为其特点。 十八,懒惰像生锈一样,比偷劳更能消耗身体,经常用的钥匙,总是亮闪闪的。 十九,理气完不成的工作,对气墙能派上用场。 一根丝,二十,路是叫他出来的,历史是人写出来的,人的每一步行动,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。 二十一,论命运如何,人生来就不是野蛮人,也不是乞讨者,人的四周充满真正而高贵的财富,身体与心灵的财富,破勒斯曼。 二十二,没有一件工作是挂着持久的,除了那些你不敢翻着手进行的工作,不得来的。 二十三,男子为了各自家庭而承担的工作,是努力支撑,发展和维护他们的家。 至于女子呢,则是努力维护家庭的秩序,家庭的安适和家庭的可爱。 二十四,你的脸是为了重现上第一次给人类最贵重的礼物。 二十五,微笑,一定要成为你工作最大的资产。 二十五,年华一切不复返,事业放弃在南城,白狼宁。 二十六,残权的高度不会超过他的源头,一个人的事业也是这样,他的成就绝不会超过自己的信念。 二十七,体质配作用的自私,欲常常被误解为,一个人投身人类事业的神圣热忱。 埃哈宝特 二十八,青春一切不复返,事业依族永无成。 伯朗宁 二十九,人的思想是两不起的,只要专注于某一项事业,就一定会做出使自己感到至今的成绩了。 二十八,马克吐温,三十,人的一生,总是难免有浮沉,不会永远如是一东生,也不会永远痛苦潦倒。 反复的一浮一沉,对于一个人来说,真是磨练,因此,浮在上面的,不必骄傲,沉在底下的,更用不着悲观。 三十三,必须率直,谦虚的态度,乐观进取,向前迈进。 三十一,人类被赋予了一种工作,那就是精神的成长。 三十二,人类需要善于时间的人,这种人能由他们的工作取得最大利益。 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者,这种人最新于一种事业的大工无资的发展,因而不能注意此生的物质利益。 知理夫人 三十三,人类学会走路,也得学会刷娇,而且只有经过刷娇,他才能学会走路。 三十四,人们在一起可以做出单独一个人所不能做出的事业。 智慧,双手,力量结合在一起,几乎是万能当,唯博斯特。 三十五,人生不是一种享乐,而是一招十分沉重的工作。 三十六,人生没有彩排,每一个细节都是现场直播。 三十七,人生美丽的建立,不再能知,哪个能行? 三十八,人之所以能,是相信能。 三十九,人只有为自己同时带人的完善,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,他才能达到自身的完善。 四十,日一旅行,不怕千万里,常常做,不怕千万事。 四十一,如果你表现得好像对自己的工作感兴趣,那一点表现就会使你的兴趣变得真实,还会减少你的疲惫,你的紧张,以及你的忧虑。 戴尔卡奈基。 四十二,如果你希望成功,以恒心为良友,以经验为参谋,以小心为兄弟,以希望为哨兵。 四十三,神圣的工作在每个人的日常事物里,理想的前途在于以点一逼做起。 四十四,世间没有一种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,可以不经过坚补辛勤劳动而能够得到的。 四十五,世上并没有用来鼓励工作努力的赏赐,所有的赏赐都只是被用来奖励工作成果的。 四十六个,事业无穷年,还遇。 四十七,谁不会休息,谁就不会工作,列宁。 四十八,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,却取得了明经工作的经历。 四十七,毛泽东,四十九,所谓天才,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,都又在工作上了。 五十,通过辛勤的工作,获得财富才是人生的大快事。 五十一,往往有这样的倾斜,为科学和技术开拓新道路的。 九十并不是科学界的招命人物,而是科学界毫不知名的人物。 平凡的人物,实践家,工作革新者,斯大林,五十二,危险,怀疑和否定之海,会绕着人们小小的岛屿,而心念则鞭策人,使人勇敢面对未知的前途。 五十三,维持一个人的生命的事物,是他的事业,爱陌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